依照国民党的标准 那现在自己是必要按照这样一个标准 余将军 如果按照林志坚的标准 他已经退选了 那包括这些像许淑华 或是像是蔡碧如等等 那就看柯P怎么处理了 那这种情况的话 闪得过吗 赌得过吗 我想蓝白阵营 没有想到林志坚会退选 从来没想过 因为他们认为林志坚是小英男孩 是蔡英文力保的 所以林志坚不可能退选 一定会选到底 可是我讲 这就是对于绿营的不了解 林志坚他认为说 如果他再选下去 对自己的清白会有很大的损失 所以他退 他不选了 我去捍卫我的学历 那至于说选举呢 让给郑运鹏 这也不叫让 就是由郑运鹏顶上来 这也无可厚非啊 对因为郑运鹏是 民进党在桃园里面 最资深的立委 他出来选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悬念嘛 那么当然白的疯了 那个民众党一定疯了 民众党其实在 这个林志坚论文的时候 他们打的力道 不会输给任何政党 因为他们是小党 他必须要 急剧相当大的声量 所以他毛起来打林志坚 认为林志坚不会当选 认为林志坚不会退党 也不会退选 一路打到这个投票前 对然后想不到林志坚 我就跟你讲我退选了 他傻眼了 我告诉你真的傻眼了 顿失剑拔 对对 有人说民进党有很多的议员 做了很多跟林志坚 一起的这些宣传物 他们很难过 我有去问过 他们并没有说很难过 他说 这个如果党的决定 我们支持 这点是我佩服的 因为我以前服选过 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基层的议员一定会骂 说哎呀 你们要补上我的损失 真的我没有听到民进党的骂 基层没有这样抱怨 我没有听到骂 而且马上就开始调整 开始改变 那么当然难过的是谁 我觉得是民众党 他们是蛮难过的 因为他们做了很多 要黑铃之间的一些小文宣 后来发现这都没有用了 连黑都有小文宣 有有有 就是他们的文宣都已经做好了 要黑铃之间 什么超跑超人 什么一大堆都开始骂了 然后也印了 也下单了 也印出来了 也是印了上万份 那变成他们在骂 你要退选 你也早点讲 我都印好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他们为什么 现在真的傻眼了 因为就连这个国民党的 总刀真名中就讲 他退的太早了 真的不要退 对不对 因为一退没得打了 东西都印好了 甚至有一些党团 直接指示说 我们现在就朝着林志坚假学 你这样打 打到十一二十六 我们就赢了 然后他就跟党团讲说 你叫我们印的 这要不要赔一下 反而是自己产生矛盾 这真的是麻烦了 而且还有最大的一个回力标 没有想到这个回力标 比俄罗斯打乌克兰的火箭回力标 打得又很又准又厉害 因为我一直有讲过 我说你要去刮人家胡子之前 先回来检视一下 自己的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的话 千万不要打 所以说当时心想 哎呀东风起了 太棒了 这林志坚 看来会不会打怕 打到十一二十六 那想不到他退了之后 你看许淑华的问题 有没有出来 对那在云翔军 那这个桃团的张善镇 他现在看起来 好像还是在这个正常 在这个议题上 好像还是不愿意离开 他持续在攻击说 你蔡英文你应该要道歉 然后什么挺林志坚的郑韵棚 没有诚信 他还能说什么 他没有东西可以讲了 还能说什么 这个张善镇 虽然林志坚退选 对他来讲 也没有任何加分 因为把他丢到桃团车站 或者中立车站 说不定他会迷路 这不是我讲的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桃团那一位资深的立委 讲的 而且他是绿营的 他不是蓝营 他说他会迷路啊 所以说呢 就算林志坚退选 张善镇没有赚到嘛 完全没有赚到 而且你叫郑韵棚出来选 我讲嘛 如果以一个刚签户级 到桃团六个多礼拜的 人家说郑韵棚你也不是在地 人家六年多啦 人家六年多啦 六年多还不叫在地啊 那六个礼拜算吗 所以以刚开始桃团的选举 是三个人都是空降 那没差嘛 都是空降的嘛 大家都差不多六七个礼拜 一个月而已 可是现在来一个六年的 来了一个住六年的 在地立委啊 就在地啊 就在地 人家在桃团 扎扎实实干了六年嘛 那六年比六个礼拜 说句实话 那谁在地 谁是空降 很清楚啦 所以张善镇看也没有优势嘛 他们说来了一个 郑韵棚恐怕还比林志坚更不好打 这当然不好打 为什么 他在在地经营了六年嘛 虽然有人说郑韵棚 可能这个个性上比较高 高好可以改啊 可是呢 你没有经营的历史 是不能补的 你说我可能比较屌屌的 拽拽的喜欢玩公仔 我没差可以改啊 为什么 你别忘了 他有一个最大的帮手叫郑文燦 叫做郑文燦 郑文燦会带他跑 那请问张善镇 你落掉了六年 你六年没有住在桃团 请问这怎么补 谁帮你补 很难哦 你又不是天山同老 六脉神剑 灌给你六年的功力就有了 这又不是武侠小说 你没有办法补嘛 对你也没有办法一时间 既多这么多桃团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政策 还有这些桃团的需求 我上个礼拜我就讲一件事 我说把桃团搞清楚 难不难 一点都不难 其实有口诀的你知道吗 这叫什么 这叫东山西海 这个北敏南克中眷村 你把这几个地方搞清楚 你就很好找 可是你跑到海边讲山上的话 你跑到山上讲海边的话 你跑到闽南眷村讲客家的话 跑到客家眷村说闽南的好 然后跑到眷村里面说海边 你就没有办法抓到人的心嘛 张善镇现在辛苦在哪里 你知道他也很忙 我找张善镇也很忙 跑很多地方 可是他光是跑国民党党部 安排给他的行程都跑不完 国民党所有的党部的 区党部 所有的这个小组长会议 还有所有的这些国民党的 相关的附水组织 你都跑不完了 所以说他不是 他不想突破藤温层 是同温层都跑不完 你知道吗 你看这严不严重 他不是说张善镇 不想突破同温层 张善镇也想 就是他在桃园的基础 太薄弱了 他连同温层都跑不完 我在桃园经营过 桃园你要跑完 国民党所有同温层的社团 够你跑的 那幅员很大 我跟你讲 光是军系就有多少社团 对不对 官校的社团 中央军校的社团 退伍军人的社团 还有多少什么 什么这个相关的 这些退伍军人社团 农民社团 我跑不完 加起来几十个 所以国民党打掉 林志坚 其实有可能得不偿失 不是得不偿失 你换了一个 从新竹过来的人 你把他打掉了 然后换了一个桃园 在地六年以上 超过六年以上的 你要怎么选 你要怎么选 然后影响所及 现在难投恐怕是问题很大了 你要怎么许舒华 如何面对 许舒华将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许舒华 在于国民党里面 他举足轻重 他是间接代表了 韩国瑜的代言者 所以他不能被打 他不能被打败 他不能被欺负 如果国民党 没有好好保护许舒华 让许舒华被论文 给炸毁了 给打败了 对 这些韩粉会来反噬国民党 说你国民党没有出席 你连这么棒的候选人 许舒华都表现 都保护不了 这个党还有什么用 那个会形成内乱 所以国民党一定会 行全党之力来捍卫许舒华 可是我讲 你在怎么捍卫 当时不要去打零制监 这个事到如今 现在你躲不掉 这许问你无法回避 无法闪避 对你何苦呢 你说像蔡壁如那个问题 刚刚小玉讲 他没有 他真的没有抄袭 他是侵权 侵权 他没有抄袭 他真的没有抄袭 他是侵权 我们以前在国军 我们在军中的时候 我们每三个月 中校以上都要写一篇 军事学术论文 要投稿国防易粹 要投稿国防月刊的 那这些呢 就是你以后晉升都有基点 可是所有的老师都会提醒 千万不要去抄 这些科技武器大官 你不能去抄 那个人家有版权的 我们曾经有一个人 为了要升上校 他要发表这个军事的论文 后来去抄了某个军事杂志 然后被人家告罚两百万 被罚两百万 你侵权啊 这严重 你侵权罚两百万 你要不要付 后来付多少 我不知道 他就被告了 打官司打了好久 所以我讲嘛 我们都很清楚 任何的文章 你可以参考 但是你要标明出处 不是写论文而已 写文章都如此 那何况蔡壁如是 拿这个来当成 他论文的基础 然后你抄袭了 这么多个周刊 虽然没有错啦 刚刚郑昊说佛跳墙 其实佛跳墙 也要煮得好 就是你不能学人家煮 你要煮出自己的味道 你不能把佛跳墙 煮得跟人家 加起来十七种味道 那要怎么吃 那叫收水 那不叫佛跳墙啊 对 所以我讲很多时候 当时你打人家 打得这么用心 打得这么用力 你真的没有想到 原来报应来得这么快